我直播唠嗑的时候,经常有人问一些CBA的问题 我只能无奈的表示,我从来不看CBA 甚至中国南篮里有谁我都不知道 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伪球迷 我就只想看点好看的比赛而已 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啥都看 同样的两个小时时间,你会选择看肖森克的救赎 还是竹梦演艺圈 我想这个应该不难选择 今天我歇了一整天,下午睡到四点半才醒 一睁眼就看到了篮球板块的新闻头条 中国58比107,惨败德国49分 我的老天鹅,这太吓人了 Faber的比赛自己得分两位数,让对方拿三位数得分 这可真的不容易 花旗打斯洛文尼亚,才92比62呢 所以这就是我不看竹梦演艺圈的原因 看比赛本来是看个乐子 干嘛给自己添赌呢 15年前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 那时候中国还能赢德国四分呢 现在输49分 里外里就是53分的差距 而且那时候德国的当家球星是诺维茨基 现在德国的头号球星 是我胡明素丹尼斯斯洛德 我看了一下斯洛德打中国队的集醒 大家伙可以一起感受一下 大家看看这过人过得有多轻松 得分有多随意 过中国队的球员比打胡人队60岁的助教都容易 我敢说就这样的比赛 一整场下来 斯洛德出的汗都不如在胡人训练10分钟出的多 都什么玩意儿 这防守跟没有有区别吗 场上五个庄子集体罚战 有羞死心吗 像个他妈男人吗 你哪怕上去给个饿饭呢 都算你有点血腥 这他妈打的一个个跟安纯似的 手都不愿意伸一下 打过打不过是一回事 打都不打直接认输是另一回事 如果运动员没有基本的体育精神 那跟娱乐圈的流量明星又有什么区别 人均鸡鸽吧 所以大家以后不要问我 咋不了中国男来了 这帮人我压根不认识 而且也不打算认识 世界杯我会看看李夫斯 我是一个伪球迷赢球迷 对浪费时间添堵完全没有兴趣